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妻在哺乳期 她却在香港出轨美娇娘 1963年 李连杰在北京出生 她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 李连杰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排行老四 在她两岁的时候 她的爸爸去世 家里没了李爸 李妈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 经济变得十分紧张 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在她八岁的时候 遇到了影响她一辈子的人 吴斌 那年 吴斌看到李连杰后 觉得她有习武的气质 便跟她的妈妈商量 让她去武校学习 在这里 她结识到了黄秋燕 黄秋燕的父母都是跳舞出身 家里条件好 李连杰刚到武校的时候 她们俩关系就很好 两个人经常结伴习武 结伴吃饭 黄秋燕比她大两岁 性格温柔 并且十分善良 在知道她没钱花时 黄秋燕就会给她吃的 穿的 在黄秋燕的帮助下 她开始吃好穿暖 小日子过得还不错 生活上不用发愁 她便可以全身心投入到训练上 她也因为刻苦地练习 在武校里数一数二 1972年 她参加了全国比武大赛 出众的表现引起观众们的注意 1974年 11岁的她 获得了全能冠军 她不仅得到了奖杯 还得到了一笔丰厚的奖金 老师看到李连杰如此优秀 便让她跟着武术团到国外演出 从此 她在国外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1979年 李连杰在训练中受伤 但她坚持参加了运动会 并在比赛中荣获五块金牌 但赛后 伤势更加严重 在医生的建议下 她只好退出武术圈 本以为自己的辉煌要到此为止 可没想到更好的机会找到了她 1980年 李连杰被导演挑中 拍摄电影《少林寺》 上映之后大获成功 李连杰也成为人人知晓的名人 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 找她出演的导演越来越多 片酬也越来越高 这时候 她并没有忘记帮过她的黄秋燕 1983年 她接到《少林小子》的邀请 她特别想让黄秋燕也在戏中有个角色 所以 跟导演详细说了一番 希望导演给个机会 在她的帮助下 黄秋燕成功出演 这部电影在当年也获得很好的收视率 没多久 她和黄秋燕又一起出演《南北少林》 但在这次拍摄中 敬业的她不小心把腿摔折 送到医院的时候 大夫说 如果休养不好的话 说不定会残废 黄秋燕早已喜欢上了她 听到医生的话后 黄秋燕并没有选择退缩 而是日日夜夜地照顾着她 可能是受伤的原因 李连杰的脾气十分暴躁 经常会对身边人发脾气 这个时候 一直很迷信的李连杰 有人告诉她 需要冲喜来改变她的命运 这种建议 李连杰居然信了 她明知道自己内心并不喜欢青梅竹马的师姐 但是却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 将这个女人绑在身边 黄秋燕和李连杰的师父 很反对两人在一起 毕竟外人看得很清楚 但是黄秋燕一意孤行 两人在1987年草率地结婚 连父母都没通知 也没有办酒席 婚后 黄秋燕选择做了全职太太 有导演看到黄秋燕的两部电影 想找她参与西游记的演出 但被黄秋燕拒绝 她表示 丈夫不喜欢自己在外打拼 更希望自己在家生儿育女 沉浸在爱情里的黄秋燕听了丈夫的话 一年后 她们的大女儿诞生 此时 她想挣更多的钱 国内的事业已经满足不了她 于是 她有了一个想法 去美国发展 黄秋燕没问太多 便支持了丈夫 到了美国 李连杰租了个地方 开设了武术班 并按揭买了一套住房 黄秋燕就负责在家看看孩子 做做饭 不久后 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他们一家就这样 平静地生活了不到一年 李连杰接到了个邀请 原来是龙在天涯的导演 找她去参与拍摄 《地点在香港》 刚开始她还有点犹豫 但黄秋燕认为 这是一次很好的机遇 而且 还有房贷压力 她最后还是选择了去 黄秋燕则在美国继续怀着孕 带着大女儿生活 1989年后 在香港发展的李连杰再也没有回美国 因为这一年 李连杰遇到了自己认为的命中注定 生命中最爱的那个女人 励志 因为拍戏时需要经常接触 她和励志的交流也越来越多 她发现 励志十分懂她的内心 比自己的妻子要懂 戏拍完后 李连杰坚定地认为 励志就是她的真爱 无法自拔地爱 她已经完全顾不上家里的妻子孩子 大胆地向励志展开追求 甚至对外表示 励志是她的一切 为了励志 她可以无视钱 无视名 甚至可以牺牲生命 身边的人都劝说她 但她完全被爱情所蒙蔽 什么都听不进去 不久后 她便给家里刚生完二女儿的妻子打电话 我喜欢上了别人 我对不起你 咱们离婚吧 青梅竹马的情谊 离婚的通知 飘洋过海传到黄秋燕的耳中 对于一个为了成全丈夫的事业 放弃自己事业的家庭主妇 打击有多大 可想而知 这时的黄秋燕刚生下二女儿 还在哺乳期 二十年青梅竹马 三年婚姻生活 就被一句结婚是为了改孕 轻描淡写的叙述完 婚内出轨 孕期出轨 冲洗骗婚 这些要是放到现在 就是劣迹艺人 封杀的对象 会沿没在群众的口水中 幸好当年网络还不发达 讯息传播的并不快 离婚后的黄秋燕 由于一直在家带孩子 去美国发展的李连杰也并不顺利 留给黄秋燕的钱并不多 连美国购置的房子都还在还贷款 没有工作 还带着年幼孩子的女人 最终因为还不起房贷 被法院强制收回 赶出家门 因得好心人收留 才能带着孩子住进地下室 为了让自己有谋生的能力 黄秋燕将两个年幼的孩子送到香港 暂时由李连杰的母亲照顾 此后 黄秋燕开始学做美容生意 中学之后 又将孩子接回到了美国 回到香港的李连杰 事业风生水起 追求励志 但是励志却要求李连杰 相处十年之后再结婚 这十年中 李连杰和之前 黄秋燕的相处模式完全不同 事业有成 对励志一心一意 没有任何花边新闻 假如没有黄秋燕的那一段婚姻 两人应该能算得上是一对模范夫妻 甚至在谈到励志的时候说 我可以为她不要名利 我可以为她去死 但是谈到前妻黄秋燕时 却说 是为了冲喜 当年的励志炒房赔了几千万 李连杰为了帮她还债 和向华强夫妻签了六部电影的卖身器 提前预知了片酬 全部拿去给励志还钱 2000年 她们的女儿出生 从知道励志怀孕开始 李连杰就寸步不离地在一旁照顾着 甚至拒绝了卧虎藏龙的邀请 她怕她离开后 妻子需要帮助时身边没人 和黄秋燕当时比起来 励志真是十分幸福 藏龙卧虎播出后 票房十分客观 身边人纷纷为李连杰表示可惜 但李连杰表示 自己虽然错过成名的机会 但见证了女儿的诞生 是十分值得的 自己不后悔 2003年 李连杰再次拒绝了各个电影的邀请 在她的陪伴下 她们的小女儿出生 结婚这么多年 李连杰依旧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励志 对于和励志的两个女儿 她也坦言 无论孩子是否优秀 作为父亲 她都已经为自己的孩子安排好了一切 保证一生衣食无忧 还曾经在上海建了一栋 价值两亿的大别墅 里面连两个女儿的婚房都包含在内 这些年 李连杰对励志确实死心塌地 将自己的所有财产 都转移到了她的名下 李连杰作为功夫巨星 和她搭档的女明星也不计其数 但是愣是没有传出一点绯闻 对外界一直说道 因为励志爱吃醋 她舍不得她伤心 而对于黄秋燕 却轻飘飘地说 那是个错误 她为了改命而结婚 却没想过 自己的命是改了 可当年那个青梅竹马命 是不是也跟着一起改了 黄秋燕也为了这个错误 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一个人生活在地下室多年 才开始创业 开了自己的店铺 和前妻的女儿 被自己的母亲带大 励志的女儿 和成龙一起走红毯 和刘德华演唱会上跳舞 可想而知 在李连杰的心中 哪边的分量比较重 不能说她是渣男 也不能说她多深情 对励志说她是负心汉 励志不会同意 对黄秋燕说她是好男人 黄秋燕也不同意 如今 黄秋燕的两个女儿 姐姐已经34岁了 妹妹33岁 身边不少追求者 但她们俩还是单身 她们不想结婚 婚姻靠不住 这个理念已经扎根在 她们的心中 与励志的两个女儿相比 实在令人唏嘘 而如今 时过境迁 李连杰已没了往日的光芒 双眼无光 身上哪里还有半点习武之人的硬朗感 已到暮年 潜心修缠的她 不知道会不会对自己年轻时候 做过的一些选择感到后悔 会不会对自己曾经亏欠的人 心存内疚 那么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您播报 明星的趣闻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